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啊 人家我觉得 不光她自己知足 她的这个生活经历 可能是很多我们的女性朋友 向往和要知足的生活 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嘉宾 谢蓝老师 有请 好 欢迎谢蓝老师 欢迎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谢蓝老师 欢迎欢迎 你好 老师 你好 我刚才听到你的一番表白 确实是 我敢肯定这一定是一趟 特别特别快乐的节目 您这个开头的评价 我也特知足 前些日子啊 看了谢蓝老师的一部剧 《8090》 我发现您在这个剧当中的 这个造型特别的散 和您以往塑造的 这些角色的形象反差挺大的 这个造型是导演为您设计的吗 其实也是一种巧合吧 那段时间我正好是短发 你看到的时候你头发已经长了 短的时候就特别短 跟男孩的寸头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尝试 所以说就是不谋而合 我们都知道女孩子应该是比较熟悉 如果说这个头发更短的话 对于颜值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应该吧 那婷婷你看你留这么一长发 你是不是对你这个形象还有点更高的追求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有一天我能像您 你驾驭得了吗 我驾驭不了 我真的驾驭不了 所以我说这个短发 其实对于颜值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没到那程度 其实还好啊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的 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 那我知足了 我知足了 是吧 您能这么肯定我 我已经很知足了 谢谢您 夏蓝老师 听听就行 千万别信 我就知道他得补一刀 你真试完了 夏期全会就俩男主持了 说到谢蓝老师 其实作为我来说 我印象最深的 我想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 可能对这个角色影响非常深 就是大宅门里这个香秀 当时让我演的是白嘉丽 前提是我还没有跟导演见过面 有一个副导演告诉我说 还有一个角色 你可以去争取 杨九红如何如何的 然后我也没看过剧本 但是我就觉得 那个角色一定很好 然后我就去见导演了 郭宝昌导演 然后聊完了之后 他就告诉我 那个白嘉丽你就不要演了 你就演 李香秀 看那剧本 我真的是有点懵 确实是没接过这样的剧本 很难演 我不会演了 我战战兢兢地给导演说 我说导演 我这个戏我演不了 我还是演白嘉丽吧 我说我 太难了 不知道怎么演 导演说你要有信心 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演 我就觉得你可以 你好好看剧本 然后我真的是很感谢导演 给了我这样的一个信心 这样的一个能力 在开机的第一天 就是拍那个黄包车那场戏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雷老师在前面 在后面跑着 我在那个黄包车里摇着那个扇子 特别想知道导演对我演这个李湘秀这个角色的 就是是不是认可呀 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呀 这个我特别跑过去见导演的时候 导演见我 哈哈哈哈 他去干别的事去了 哎呦 我真的是希望郭导多跟我聊聊 都没有 他就让您自己发挥 我第一次出场那场戏 我就自己动手 编那个草帽 对 就是那个爆狗那场戏 对 有一个那个草帽 这个造型是您想出来的 是我自己设计的 对 对对对 对对对